編曲 李宗盛 哦 你別走 我要牽你那種不放鬆的雙手 我還是執著的相信愛會永久 請就像遺憾般不動的石頭 一动不动 堵在我的胸口 人海中我们 谁不是你最心痛 你住在没有 定体的高楼 爱往里边走 我要牵你那种不放纵的双手 虽然有一些事也 这些虚构 爱往里边走 相信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但我不认为放晴 就是另一种拥有 爱往里边走 相信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爱不是空中漂浮的祈求 爱往里边走 相信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爱要抓紧才能拥有 真实的感受 所以可悲又可怜的人 不是我 是你 好 妈来了 我炖牛肉汤了 要是 我最爱的 对啊 妈妈给你盖了牛肉汤了 没你什么事啊 这样 妈专门给你炖的牛肉汤 热的 给你喝了吧 我养了身子 给我孙子喝的 怎么了 反应了 快快快 快去 我知道了 没事 我告诉你吧 我怀我们家文浩的时候 也这样 说是吧 老公 我们启动印记模式吧 要不然我就吐死了 再不然我就疯掉了 可是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好好好 好 好 没事 没事 我 我那时候也这样 反应比你还大呢 我跟你说 来 这个汤还热呢 接着喝 喝的还是营养的 妈 我一直有个事 特别想跟您说 可是我也不敢 有什么不敢说的 怕什么呀 你妈我开明的喊 说吧 怎么了 那 我说了 您可不能劝后算账啊 绝不 说 浩哥带我去医院 做了必抄了 检查结果 是个女孩 你喝 你喝 好 好 进来 莫主编 你好 我是金局的妈妈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莫主编 你和金局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没有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是想让我放过金局对吗 不可能 我有事 莫主编 夏教授啊 我这个小庙成功下您最最大神 小心脏了您的尊贵优雅 莫主编 您家是哪儿的呀 不 怎么为了您女儿 您要命我满门哪 不是 您误会了 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这话您已经跟我说过一遍了 我很明确地告诉您 就算以前我们见过 现在也只能是仇人相见 分脉眼红 这 仇人 这 怎么会呢 夏教授 如果您不想让我跟领导反映金局的家属 来影响我们小说部的工作 那就请您马上打开 对不起 那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喂 黄主任 爱你五年期限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五天 好 给金局施压 让他掏钱把剩下的三万册全部买走 要不然干脆啊 咱们就把这三万本书 给他全包一会儿买回来算了 你说呢 你知道把那些书全部买下来 要花多少钱吗 多少 我说妈 你怎么也这样 妈 你闭嘴 闭嘴 橘子 我得跟你说说 今天这话要是不说了吧 这一夜我没法睡觉 有什么事您说 不是 就是你那个 那个不是个女孩吗 那不行 那我们老家那七大姑八大姨 人家抱的都是大孙子 我要是抱个大孙子 我多丢人啊 得被人笑话死啊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再给我生个二胎 再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们老文家得后继有人哪 你着什么棋呢 你就让橘子 先把这第一胎生下来 你看看再说嘛 看什么看 你不都说了是个丫头吗 橘子 表个胎 爸 说我不早了 跟你睡觉了 甭操这个心了 就这功夫啊 你给娜娜找个好对象 橘子 你表个胎啊 我告诉你 这是小英国家号召 现在都老婆用话了 行了行了 知道 橘子 你怎么爱我啊 你们俩好好走 你怎么讨论一下 就跟他接着演什么 好了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我跟你爸的一点积蓄 你们先拿去应急 等把书卖了再还我们 这钱我们不能要 这 这你们俩能养老钱 橘子 爸爸妈不缺钱 你先拿去 就当大坊妈妈借给你们的 好吧 爸 实话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这个钱啊 已经凑齐了 是吧 凑齐 你们哪来那么多钱啊 我 我就问你一个朋友借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是的 那个爸爸 他那个朋友啊挺有钱的 人的那个公司 都 都上市了是吧 对对 都上市了 真的 真的 都解决了 是 你们的心意我们就领了 这钱你们拿回去吧 把这钱收起来啊 没用 三十六万真的不是小数 他们真的要把我逼疯了 老婆啊 我会逼疯的 咱们想想办法 不就是三十六万吗 振作一点 难道人还能被钱逼疯了 买那些书要三十六万吗 什么三十六万啊 就把那些书买回来 要三十六万呢 凭什么呀那么多钱 凭什么呀 凭什么那三十六万啊 这什么呀 三十六万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说说清楚 妈 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们锻炼身体呢 你先别说这个 橘子 你说你怎么赔了那么多钱啊 三十六万 这不是赔 是先拿出钱来垫着买书 这书一卖出去之后 这钱不就回来了吗 妈 这事是我不好 我就不该出那本书 这不怪你觉得 你也是想当别人吧 算了吧 不是我说你啊 现在做好人好事的 代价太高了 这一年头 傻子才会做好事呢 不是 我不是反对你们做好事 做好事是应该的 但是之前也得掂量一下 自己的能力 不能做了好事 把自个儿的给装进去了 对不对啊 妈 就你们这想法啊 这 这莫不关心的 事不关己的 那回头咱们有困难了 谁来帮助我们呢 别说回头 现在你媳妇就有困难 让别人来帮助 伸出援手在哪儿呢 让我看看 没错 这不是我想跟你们商量来着吗 咱们家现在有困难了 咱们是一家人团结一致 多不嫌多 少不嫌少 什么 这我们要钱 这不是要 这 这是气 老公 算了 这 哥 还是我嫂子声明大意 知道可妈没钱 哥 别的都可以扒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钱 你别看我 我真没钱 我就又及你爸爸攒那点钱 那是给我们家娜姐的价子 再说了都存起来了 死期八年穷出来 妈 就这事啊 我们两个自己解决 不用你们管 那就再好不够了 怎么不够了 走吧 饿死了 没事 咱们自个儿能解决 反正咱们也没钱 要不然就破罐子破摔 等着莫菲来起诉我算 老婆 别着急 苏华说得好 天无绝人之路 你听我说啊 前不久 咱们的房贷正好还满两年 我去了一趟银行 把这房子给拿回来了 要不咱们试试去银行抵押贷款 等你的书卖上去之后 再把房子收回来 我知道你心疼你媳妇 可是你把这房子抵业了 咱们一家人住哪儿 日子怎么过呀 我告诉你啊 明天 妈明天就去银行 把我存的死期钱取出来 实在不 妈妈 你存的钱不是留给我做嫁妆的吗 你现在取出来 我以后结婚怎么办呀 娜姐 现在家里不是遇到特殊情况了吗 等你结婚的时候 妈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什么亏待不了啊 凭人把我嫁妆给她呀 你现在要不马上结婚 不行 就是不能改 你这个人怎么总惹过呀 别的子华跟你有什么关系 非要多把钱弄自己 倾了一屁股债 你是不是早要盯上我妈 给我留的钱了 你安排什么心啊 娜娜你可 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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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上医院吧 等等 等等 上医院 老陈 你太太现在情况怎么样 展示没有大碍 不过前景不容乐观 你太太呢 有点流产的征兆 千万不能再有大的情绪波动 行 我知道了 辛苦你了 到半夜的把你叫来 自己人嘛 不用客气 好 再见 好 union 齐子 我这个妹妹啊 好 又让你受委屈了 你还是走吧 我那说得对 我就是一海人机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你在生气 你还怀着孩子呢 你这一动气 咱们的小宝贝怎么办啊 不管别的 咱们先把心情平和下来 好不好 我怎么没记得了啊 文娜不同意我动咱妈的存款 你说我怎么办啊 我等着法院起诉我 还是我去找杨沐晨啊 我怎么办啊 我该恋不住了 可是 可是我不是着急吗 我该恋不住了 我该恋不住了 我今天正好 靠近了 你不住了 你不住了 你不住吧 你不住了 你不住了 你可不住了 好 来 要是我来这儿吧 好 不用 最痛不下去 真温馨啊 莫主编来了 来 你走 莫主编 坐吧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你可真是一朵温室里的花啊 平时养尊储又惯了吧 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 你就病倒了 您说得没错 在莫主编这棵大树下 我必须学会茁壮成长 才能避免您缺少阳光和枯萎 但愿如您所愿吧 金局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还有五天的时间 你必须要把那三文册书卖出去 否则呢 就让你的家人们 把这三十六万的书款都拿了吧 反正大家都这么爱你 为你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对不对 这事不必你操心吗 不好意思各位 打扰了啊 打扰了啊 行 来 继续 莫主编 莫主编 我想跟你谈谈 行吗 为你的宝贝女儿求情 你可真是个合格的好母亲 不是的 我想跟你谈谈 我好像说过了吧 我们两个人之间 没有什么好谈的 是吧 六年之间 我的宝贝女儿 你脱脱了是不是 我的宝贝女儿 你的宝贝女儿 我就不撒了 好多年就不见了 夏兰你怎么倒的 我带朵朵去公园 我跟同事聊天的 跟我们朵朵就不见了 朵朵 这杨曼还有一口气 倔苦发起 你 你在哪儿呢 我心里有点 有点不太舒服 我想跟你说说话 现在带心在下 我说话不方便 要话回头再说吧 我就一一 不要 姐 你用坐这儿呢 不要走 你哭了 怎么了 姓梅 你还记不记得 朵朵的左耳垂下的脖子上 有一个黑痣啊 是有 怎么 你又想起朵朵了 二十八年 我哪一天忘记过她 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我知道 谢谢 这个全压了 真是太可恶了 希望她看在朵朵 只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分上 没有伤害的 没事 只要这个收银卖 这钱专保就回来了 我要不是万分清晰 我都 喂 信号 我这信号挺好的 你听得见吗 电梯 那就是文外父 好 谢谢 文大夫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是我们大企举的小李 现在我们公司呢 新研发了一款 针对脑血管疾病的新药 对不起 你找错人了 采购药的事不归我管 文大夫 我听说您的爱人 现在出了些麻烦事 如果方便的话 我们找个地方再调一调 我们找个地方再调一调 文大夫 我们经理说了 只要您答应推荐我们的这款新药 您太太的书啊 我们一次性买断 这么说 买书这是伏加条件的吗 不 文大夫 您是我们东山市的脑外科专家 我相信在您的推荐下 不只是长安医院 甚至整个东山市 都会使用你这块新药 那时候 那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啊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我们两全其美了 那患者呢 让我为一种 在临床上都没有得到验证的 新药去做推荐 那就是拿着患者的性命 为自己行方便 这和谋参汉面有什么区别啊 这点您放心 如果是药品上出了问题呢 责任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不会让您受到一点牵连 这不是承担责任的问题 真药它治病 假药它要命 你不会不明白吧 是 不过我得再重申一遍 我们这款药呢 它不是假药 是新药 患者不是小白鼠 我没有权利把他们当实验评 再说了 既然你们对你们自己的信仰 都没有信心 为什么不走正常的渠道 反而来找我呢 行医也好 制药也罢 那都是既是救人的善事 再说了 咱们之间合作互惠互利 中间也能省去很多的麻烦 我听说您的太太 现在还挺着个大肚子 四处奔波 您就算不心疼大人 也得欣疼孩子不是 这万一 行了 这事到此为止了 我帮不当我 还有事呢 我这先做 那 我帮你 求求你 求求你再关心我几天 求求你 求求你再关心我几天 好吗 我 我听说您的太太现在还挺着个大肚子 四处奔波 您就算不心疼大人 也得心疼孩子不是 喂 吴季 文大夫 你不在病房啊 你在哪儿啊 有急诊 有急诊 好 我马上就到 麻药本 清晓口 身上有激素 一刻推进 干什么 病人呼吸不正常 文大夫 别人家书安抚得怎么样 暂时冷静下来了 好 你 文大夫 别太难过了 赵大臣被送来的时候 生命特征已经很不明显 普通高血压 引起的脑出血 竟然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人的生命 我看过赵大臣妻子提供的药了 我看过赵大臣妻子提供的药了 赵大臣在脑出血前的一段时间 服用的酱压药是假药 他们家庭条件困难 他就随便在小类药房买了点药 没想到 这群可恶的药犯子 他们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条人病 是一个家庭 我不得了 我不行 服用的 还几点 我来 不呢 我去 我去 那一回 是 金菊现在一定忙着四处借钱 不能给她太多时间喘息 不然会功亏一篑 行 我马上再去催催她 我一想到 要看见莫菲跟黄俊菊的 那两张脸我就够了 我一个这么爱工作的人 现在我就想逃得越远越好 要真不想去啊 今儿不去了 在家再休息一天 今儿呢 我再去找找其他朋友 看看能不能再多借点 我们找了身边所有的朋友 就借到三分之一的书款 这钱呀 真是个好东西 轻易地就能看出人的本质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请小瑶瑶皆为力王啊 该是要查看 这是我和橘子的房产证 我们的房子还有贷款 所以银行那边做不了抵押 我实在是 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所以 请你帮个忙 金局知道你来找我吗 他不知道 其实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了 因为在我心里 我们永远都是那两只 一见如故的海龟 大笔转账 需要提前跟银行预约 这样吧 我抓紧你去办 争取在下班之前 把钱打你赚上 谢谢 那这房产证 我先替你保管几天 因为这次 我是帮助我的好朋友文浩 都过去一个星期了 你什么时候 拿钱提走那三万册书啊 王主任 钱的事情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请你再宽限我两天吧 很为难啊 这样吧 不过 这三天之内 你复兴舒缓 要是不行的话 那咱们只能公事公办了 金局啊 我对你可是人之一尽呢 真的 这有的人哪 就是把助纣为虐 当和助人为乐 还乐此不疲 乐不思蜀的 又想做那啥 他又想立那啥 说谁呢 嘴巴干净点 不要没上没下 没打没小的 这对公司 我说了 黄主任 您看您冲我来这么劲呢 这沾会儿就着呢 我嘴巴很干净啊 我一直都很清洁 我天天用福尔马林 洗澡澡 急 金局 你这说好了 三天 这不好好上班去哪儿呀 真乱怒 好 金局 好 妈 娜姐 回来了 赶紧去洗手啊 拌麻烦就好 我哥哥今天还没回来呢 没呢 还没下班呢 对了 这房子是你给他们的 对 我给的 怎么了 没什么 说了吗 你说什么了 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今天 在杨总办公桌上看到了 我想应该是进去给他的吧 看到什么了 进去给他什么了 房本了 还那有什么 咱们家的房本 怎么在杨武成的办公桌上 我怎么知道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他们怎么还打房子的主意啊 当然是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呀 我看金局跟杨武成 根本就是旧情 妈妈偶端四连 这房本 一定是金局私下给杨武成的 他敢 什么敢不敢给都给了 因为他早就想这么做了呢 他趁你爬来 我进去找他 我跟他玩的一球 别拦着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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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 我不拿着 你拿着 我不要 妈 一定要拿着 局长 你听我说 马上就到最后期限了 这些钱你先拿着 这书啊 能买多少算多少 就算是上了法庭 你的底气能足一些呀 对 橘子 你妈只有十五万 姨妈呢再给你凑十万 你妈 听话拿着 你什么时候把树卖了 什么时候还给我 别忘了 你现在怀着孕了 别跟自己过不去 听你姨妈的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个难关度过去 好不好 谁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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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七家母来了 请她 她怎么来的 橘子 你婆婆来了 她来干什么呀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我儿子就得又赔夫人 又折兵了 你告诉我 欠款的事情解决了吗 没有 我们原本想要抵押房子 可是有贷款的房子 做不了抵押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办贷款手续 那我们浩哥的房产证呢 在哪儿 房产证在 你还想要房产证 没门 我告诉你啊 那房子不是你儿子一个人的 也是我外甥女的房子 但是跟你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我算是明白了 你们是商量好了的 一心一意地 骗我儿子 那房子的房子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们商量什么了 你少在那儿揣得明白装糊涂 商量什么呀 骗人 告诉我了欠好几十万 要买书什么这那的 你真是个编辑 你真会编呀你 你明明就是想把房子欠去 倒退给别人 妈 我确实跟公司签得有合同 我要保证书的销量 您这一大堆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都听不明白 我倒贴给谁呀 那房产证在文浩手里呀 你少胡说八道了 房产证 房产证在杨沐晨的办公桌上 你别心口配人你啊 那你亲眼看见的 许子 你会把房产证给杨沐晨 我没有 怎么可能啊 又不可能啊 敢动敢当啊 你不给他 你不给他那房产证整吃吧 就飞到那儿去了 幸亏我发现得早 要不然我们家浩哥被人卖了 还在帮人家数钱呢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是啊是啊 亲家喝口茶 咱们慢慢说 喝什么喝啊 谁喝得下去啊 你们省在哪儿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的 我告诉你们吧 这一屋子人啊 就我是好人 你们全都是坏人 谁是鸟屎 谁是鸟屎 谁是那个兵力人 你叫他们来搞清楚 你说的 别瞧了 别瞧了 什么呀 什么房子在我不要 爱些谁要 都给文浩行了吧 快来 姐保姬 保姬 快去拿店 你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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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文浩 我已经打完款了 一共打了三十八万过去 以备有什么不时之需 你再查收一下 莫财 我欠你个大人情啊 不要客气 你也不是没帮过我 那先这样啊 再见 吴财 我先下班了 要注意二十号病床病人的情况 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嗯 让你们担心了 对不起啊 巨大 没有苦 爸爸能不能一百五十岁呢 会一直陪着你的 老金啊 你都这样了 反正心思太安心了 对不起 居家 今天你婆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我去看看 爸 好的 你妈 橘子在吗 在 在卧室 是 咱爸怎么了 老毛病又犯了 刚才吃了泥腐打 现在已经好多了 不碍事了 那就好 爸岁数大了 这样血管比较脆 所以平时还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啊 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 觉得那三十六万我已经到手了 这下你就不用上法庭了 你哪儿来的 就是上次说的那个朋友见的嘛 就是那个上市的那个朋友 你这个朋友 叫杨牧城呢 做什么呢 你是不是 把房子抵押给他 换来的钱 不是 居子 你凭什么 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就去找杨牧城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把些由我名字的房产证 交到别人手里呢 我是你妻子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刚才你妈说 橘子用房子去倒贴了杨牧城 跑到我们家里来 把所有的人都臭骂了一顿 才让你爸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差一点要你爸的命 我妈 她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怎么知道你妈怎么知道的 你回去问你妈吧 别着急 我跟 我去妈那儿了 我去门了 我去要老去 你 própria 我又去哪儿了 就像这样子 你知道 这天晚上 report 你看吗 有人不讲了 highly части 你这哪儿过 娜姐啊 你觉得 妈今天是不是有点过了 金局她爸博有事吧 这我哪知道啊 你干吗没事跑到金局家 大吵大闹啊 万一她爸有个好胆 咱们家拿什么陪他们呀 我还不是听你说金局她 我说什么了 我又没让你去他们家吵架 再说了房产证呢 这房产证不是也没要回来吗 你 妈 快来 妈有件重要事告诉你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房本的事吧 您那么沉得住气 我跟你说你媳妇把房产证 给杨沐沉了 你赶紧去把它拿回来 我亲眼看见的 你们凭什么就判断 这房本就是橘子给杨沐沉的呢 难不成那房本自己长翅膀飞去的 不是他给他的谁给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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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把那么重要的东西 交给杨沐沉呢 是我用房本做底押 向杨沐沉借钱 金局根本就不知道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 都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马上就要交出款了 一分钱都没有 要不然的话局子就得上法庭 你们不心疼 那是我媳妇 我还心疼呢 妈 这件事 您必须向他全家人道歉 没有山楠余地啊 这卡里啊 是杨沐沉打来的三十八碗 你拿去 给黄俊杰 我怎么能用他的钱呢 这不是他的钱 橘子 这是你老公我 拿着咱们的房子做抵押 换来的钱 救命钱哪 我知道 你到现在也不肯接受 让我针对你的帮助 是为了我 可是我所做的这一切 也都是为了你啊 你现在有困难了 谁能帮你啊 我是你老公 就是我能帮你 我在收容 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 好 好 夜深 任尽时 谁在搁奏 越新的记忆 越容易生休 求劫往生 等雨再许久 当时中过了十二点之后 爱我 你别走 伤心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虽然有一些人可遇 不可求 爱我 你别走 伤心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但我不认为放弃就是 另一种拥有 爱我 你别走 伤心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爱不是空中漂浮的祈求 爱我 你别走 伤心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爱要抓紧才能拥有 真实的感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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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